昨天公布了3月份的消费物价值指数 按年上升8.5% 1981年以来最快的增速 市场预期是8.4% 大数是略高过市场预期 还有在占比方面 其实看到汽油占的升幅大概是一半左右 扣除了食品和能源核心 按年升6.5% 略略少过市场预期增加6.6% 数据公布了 市场一度就解读做 即是有机会憧憬 通胀有机会见顶 道指公开的 其实见到10年期债息都有回落 美汇指数也跌 先看大数 Jason 你觉得通胀见顶了吗? 如果你说整体的通胀 8.5% 当然也算是40年的一个新高 但是你问我究竟未来会不会很快的回落 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关键 都真的看回现在的鹅乌局势 因为见到今次整体CPI升得很厉害 那个原因 就集中在能源价格 就是只看能源价格 按年升3.2% 另外食品价格也都因为 鹅乌那个事件令到粮食 这一段时间的价格都飙升了 那么这部分也都是按年升到8.8% 那么意味着你说 你说未来 鹅乌局势都进一步是有个升级可能的 那么粮食啊 或者能源供应都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话 那么就很难说 就是说未来可能这一两个月 那个CPI会不会都还是有机会升 那么但是我都相信去到下半年 那么由于去年的基数都开始高 也都是希望鹅乌局势可以是稳定回来 那么所以我就觉得你说 见顶方面应该都是可能 未来这一季里面都会是出现的 但是又比较重要 就是集中看回核心CPI 因为见到今次 刚刚你都看过 扣除能源 食品各方面 那些核心的CPI 其实就按年升幅就没有预期中那么高 还有按月更加紧要的 按月就只是升得 就是0.2个百分点 所以应该0.3个百分点 那么这一个的升幅呢 其实就是比预期中低的 那么我都相信 如果你说真的扣除那些能源食品 只看回其他那些物价呢 其实普遍就不是说再升得很多 当然你看回譬如那些 就是租金上面都还是在升 那么但是有个比较重要的item 就是说二手车的价格呢 其实就有个回落的 那么这个项目过去那一年呢 其实就令到美国的CPI 就升得很厉害 其中一个远空力呢 如果你说现阶段 见到二手车的价格是开始回 那么我相信核心的CPI 来近都还有机会 会有一个 就是向下那个的情况呢 嗯 是的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通胀数据的解读 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么留意 这个通胀数据 就是预示着未来那个货币政策 怎么调整呢 那么昨天联储局的理事呢 就布雷纳德就说到呢 就是压低通胀是局方最重要的任务来的 那么预料当局 五月呢 就会除了这个 就是有机会加息0.5厘之外呢 会为那个缩表就作决定的 那么缩表行动就最快在六月开始的 那么你预期就是今次 来近五月的加息的步伐 和来近的缩表的步伐会是怎样 和对美股后市又会怎样影响呢 那么五月份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原念 加就加紧的 那么我也都相信 即加半厘的机会是相对比较高一点 因为见到 无论是刚刚出这个CPI数据 或者上个星期 见到飞龙职位的那个数字 其实都是出得是不差的 那么我都相信 你看回近期联储局方面的委员 那些讲话都偏向是强硬 那么很多都说 排除你那些会议一次里面是加半厘 那么所以你说五月份 加息那个的幅度有机会高一点 那么另外也都看回一些委员都看 就说希望五月份呢 就去到就是开始决定整个缩表 那个的流程 甚至乎可能那个力度会进一步是加大 那么我所以都觉得 来近的货币政策收紧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那么只不过要留意就是说 近期就见到好像美国那个 债息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倒挂 短期的升得厉害些 长期相对来说 就不算是升得太多 那么这方面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暗示着来近的经济会有个放缓 甚至乎会有个衰退风险 那么在回以往的经验 通常的债息曲线 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倒挂的时候 其实就会令到联储局 来近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空间 反而是会受到一些限制的 那么分分钟 如果真的有那些 就是明显的经济数据出到来 出现放缓的 大家担心来近有个衰退压力 那可能会促使到联储局 可能会暂停的那个加息 甚至乎再后期一点的时间 可能会反过来重新减息 但是这一样的行动 就未必会在今年出现的 今年我自己看 就是整个缩表加息的进程 仍然都会继续 但是可能去到夏年年头 那段时间 就要重新审视经济情况 那么对于美股的影响 我觉得短期来说 都还有一定压力 那因为始终现在NASDAQ 很多股份的估值 都不算说特别便宜 那如果你说加息 继续见到 那十年期的Yield 就是冲上去三厘流上 那对于这些股份 我觉得都 那个调整 就未必说会这么快完结